大家好,我是Mr.Amand So 今天會是HKDSC 2018 Mathematics Core People 1 Session A1 Question 4 請右下方的訊息,如果你是新知的話請你Post 欄面 Otherwise, you can go on 第四條是講Probability 場景就是有個袋子 有N那麼多顆白球 5顆黑球和8顆紅球 什麼是Probability呢?簡單一點,就是一個份數,兩顆數據 上個的數據就是 代表著我們關心的場景 下面的數字就是所有的可能性 我們有時候會叫做原本空間 比如這一條,紅波 紅波是2.5,紅波是怎樣想的呢? 我們說Favorable Event所需事件,紅波有8顆 總共有多少顆球給你選擇呢? 有N加5加8,即將這顆球的數據加上就可以了 OK,留意一件事 你看到我無緣無故把5 over 2做了抗份就是8 over 20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的,如果兩個份數相等 它的份子相等,份母自然相等 我們計算當然是快一點 就是N加13等於20 N是多少,N就是7 好,我們看看Method 2 Method 2有什麼不同呢? Method 2就是 如果我們不用剛才那種抗份的想法 那我們會怎樣做呢? 我們就兩個份數相等,交叉雙乘 即是說,A over Y等於X over B 就會交叉A就會乘到B 而X就會乘到Y 為什麼呢?很簡單而已 就這樣做一次抗份 左右手乘成B OK 左右手乘成B 那你就會X是主案 那你怎樣可以把Y都推過來 就是左右手乘成Y OK 好了,顧問論你明白也好 不明白也好 我就建議大家用兩個份數相等 交叉雙乘 OK 這樣呢,自然2就會乘下去 對面的多項色 8當然是乘5 OK 那你隨緣了你都會是20減13 N都一樣是7 OK 那又說算完了 白頭公女說當年 看回2014年 有條比較像的 又是整個 Probility 給你 然後呢 你就要反過來想回那個 嗯 分子分母 然後用兩個份數相等交叉 雙乘那一招再算 不過當年就牽涉到 過了幾乘的 有興趣呢 就走回去看看 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 is helpful 請你分享出去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找我 好吧 這支影片送給大家 因為我只能夠教導你 小小的知識神 教導你生命有緣的 我們在劉華市第一間教會見 多謝大家 拜拜